各位你聽到台下這麼多掌聲不要生氣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鼓掌 搞不好有人拍手說哎呀終於滾蛋了 哎呀太精彩了 哎呀真的幸福來得太快了 這也有可能嘛 搞不好另外一邊人在鼓掌說哎呀 農業部終於變成我的了可以拿下來了 哎呀太高興了這也有可能嘛對不對 你像我是不會幫他拍掌的 我只有一個情況會幫陳其中鼓掌 就是我看到他親口早上一顆生吞掉 他進口來的巴西雞蛋 尤其是放在冷凍庫那邊 他直接幫我吞給我看 好粗 沒問題哎呀我就會幫他鼓掌 哎呀擊中好棒都是幾顆 對不對 神經病有尬 你就在記者會上直接把那些雞蛋給吞了嘛 搶了老半天 一顆巴西蛋自己都不吃 那你進來給誰看 啊這些巴西蛋到了進來幹嘛呢 我就用數字算給你看 跟各位講 進來堆肥的 嚇死人 來我們先看到看到這張表 來這個是我們台灣農業部公佈的 進口雞蛋的席選表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345月 哎很多席選啊 3月400多萬啊 4月1000多萬啊 5月500多萬顆啊 那這是巴西蛋嗎 不是哦 345月席選的這叫什麼 這個是美國蛋 這個是澳洲蛋 這是泰國蛋 這個是台灣原本就有在進口國家的蛋 所以各位你懂了嗎 這2000萬顆席選蛋 都是台灣長年本來就有在進口 哎那你說哎那巴西蛋8800萬顆 那個跑去哪了 跟各位講 456月才離岸 所以是567 678月才到岸 巴西蛋是678月才到岸 因為他是456月離岸 而且到岸分別每一批大概都是 比如說 5月2000多萬顆 6月2000多萬顆 7月2000多萬顆 對不對8月也有總計8800萬顆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各位你先反過台思考一件事情 台灣到底為什麼要 進口雞蛋啊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缺蛋嘛 因為有蛋荒嘛 因為農業部那時候跟我們講說 這些蛋來了之後 馬上要送席選場很緊急 都不用倉儲嘛 所以超市不用倉儲嘛 因為馬上就要進入市場 馬上要拿去賣嘛 這是農業部跟我們講的嘛對不對 來 6、7月很緊急 巴西蛋來了 請問一下有沒有席選 沒有哎 半顆都沒有哎 3、4、5月那個是原本台灣就有在進口的 巴西蛋是5678才來的 有沒有席選 有沒有席選蛋 6、7月完全沒有 直到8、9月才總共有 總共400萬顆哎 400萬顆是什麼 就是巴西蛋嘛 所以來了8800萬顆 竟然只席選了440萬顆 400萬顆 然後跟你講說台灣很缺蛋 但是他都 進了都不用 有沒有開始感到很奇怪了 有沒有覺得這件事情有點怪了 對啊我們不是缺蛋才進口嗎 那為什麼你6、7月不用 為什麼8、9月才突然洗400萬顆 而且各位 可怕的來了 圖案才說他進了多少顆 11萬900顆 然後加上我們陸陸續看到什麼冠軍席選蛋 對不對 那剩下來的300多萬顆去拿 不知道哎 還沒有公佈哎 曾經是用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 到底這300多萬顆雞蛋 是標示著巴西賣出去 還是作為混蛋 雲木混珠跑出去了 都不知道哎 這是第一個大貓膩 有三百萬顆 有三百萬顆不知道跑去哪了哎 現在總共農業不公佈的巴西席旋彈 流入市面的有多少顆 了不起10幾萬吧 細思極恐 更何況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問題 這批蛋什麼時候來的 四五六月 你覺得四月的雞蛋 按照巴西賣蛋的那個雞蛋大王講說 可以擺90天 農業部跟你講120天 就算給你擺20天好了 放到九月壞掉了沒有 壞掉了沒有 八千八百萬顆 壞掉了沒有 怎麼敢啊 所以到了九月的時候才席選這些數量 代表一件事情 四五月的可能都已經壞掉了 四五月的雞蛋可能已經壞掉了 巴西賣的雞蛋哦 那你這時候就會問 那你六七又為什麼不賣呢 六七又為什麼不賣呢 為什麼要把它擺到壞掉呢 而且市面上還有三百萬顆 那個來路不贏的巴西賣 不知道跑哪裏去呢 看到那一張圖你會跟你傻眼 這叫加工 哦 你在講說 哎 是不是去加工了 來我們剛才講了多少 巴西雞蛋什麼時候來 五六七 來哦 五月 加工幾顆 兩百萬顆 六月一百八十萬顆 七月八百五十萬顆 加起來多少 一千兩百萬顆 請問巴西雞蛋 四月那一批第一批進口幾顆 兩千兩百萬顆 所以什麼意思 代表在有效期限之內 都還加工不完 兩千兩百萬顆哦 然後到了七月只加工一千兩百萬顆哦 八月就超過保存期限哦 所以第一批進口巴西雞蛋 至少有一千萬顆過期 然後這時候可怕的事情來 你看 八九月 才加工了一千三百萬顆 跟四百萬顆 總共一千七百萬顆 一千七百萬顆 請問 連第二批的五月加 第一批的四月 都還抵不過耶 你聽得懂意思嗎 代表我們 你買了兩千兩百萬顆蛋 然後包括席選在內 你就這樣給他一路放 一路放 放到過期 然後一千兩百萬顆拿去做蛋液 然後還有一千萬顆啦 不知道去哪 然後你一千萬顆都還沒花完 你馬上在進口兩千多萬顆啦 然後八九月再拿去加工啦 然後加工完之後還是有剩啦 剩下的數量是多少 剛好五千多萬顆啦 全部擺著爛 而且你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四五六月的東西 為什麼要拖到八九月才加工 農業部不是跟你講台灣很缺蛋嗎 啊很缺蛋 為什麼要拖到八九月才加工 很缺蛋應該是四五六月 你最晚最晚七月之前 要把這些蛋給消化掉吧 那你看六七月有嗎 沒有啊 拖到八九月 是不是看不明白 想說農業部在搞什麼鬼 買了八千八百萬顆 然後席選也不席選 然後加工也不加工 感覺看起來就像什麼 純性要給他擺到爛掉的 對各位 他就是純性要把他給他爛掉了 為什麼 因為各位 你都忽略一件事情了 我們剛才講的是什麼 標示日期 來自巴西的標示日期 來自農業部的標示日期 但你相信他的標示日期嗎 農業部跟你講巴西 但九月二十四號可以吃你會信嗎 你不信嘛 沒有人相信嘛 還有一個人也不信 不是我 農業部自己也不信 農業部自己清清楚楚知道 這些四五六月運來的雞蛋 有些實際上的品質都已經壞掉 找過超過保存期限 所以根本不敢用 那不敢用你進來幹嘛 賺錢啊 那不敢用進的當然是進來賺錢啊 有錢賺啊 那不敢用該怎麼辦 把它通通翻起來 通通冷藏起來 所以陸陸續續你在雲林在桃園在高雄在新北看到各地的倉儲有個奇怪的現象 這個現象就是 冷度開負二十度 冷得要死 結果裡面的蛋一打開都過期一個月 當初買這些巴西雞蛋根本沒有需求 就是故意要把它擺到過期 目的只是為了賺錢 最後讓這些雞蛋當堆肥 因為如果流入市面 連農委會都沒有把握自己講的保存期限 是不是真的可以吃 民眾到時候吃外肚子就出trouble了 所以乾脆把它爛掉 因為這些蛋從頭到尾根本都不能吃 你說真的無謂無謂說得這樣 最近是不是有一間港式連鎖餐廳說他用到這些相關的蛋液 然後最後客人吃壞了肚子滑蛋系列停止販售 是不是一堆人在超商發現一堆爛蛋 是不是各個菜營業者有些都不明白中標 那你說他們拿到了難道超過保存期限了嗎 沒有啊 為什麼拿到保存期限的東西吃了會壞肚子 就是因為這一域巴西西彈他們生吃 送到台灣的時候 恐怕早就已經不能用了 而且也沒有那樣的需求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那邊臼定 快嘉購下單 重疑 太陽星全校 分散 太陽星全校 快嘉賓 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